HELLO 大家好 我是翁翁 今天我們要來爬這個地獄塔 20 星 我們要來抄作業囉 那其實地獄塔爬了這麼多次了啦 其實也就只是看到相應的條件 遇到相應的關卡 做出相應的這個處理措施就好了 好啦 事不宜遲我們就來看他的 20 星通關條件吧 那我們一樓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我們的免疫所有技能人確 以及無法使用所有的被動技能 那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而且其實依照慣例啦 前三四層樓應該講 第一樓第二樓基本上都不會去看到什麼 太麻煩的魔靈站在那邊 頂多條件麻煩一點點 可能開場有免疫開場有抑制 但是要說到開場就是會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光人魚啊暗碟 然後是比較少見或甚至說是還沒有出現過的 一樓我們看到的是這個火派跟豐派的部分 基本上不要被開到免疫就可以穩穩的過關了啦 然後就可以從頭控到尾 所以這個地方我會先選擇去收掉這個豐派 因為豐派是水精靈比較難控的選擇 那再來呢就是要第二關 第二關是這個雙子喔 也風環刃跟火旋刀 那這個地方我會選擇先收火旋刀 主要是因為火旋刀其實一不小心沒有被控住的話呢 他這個二三技能的控場是比較板能一點點的 那豐環刃的話 如果只有一隻出手的話 基本上也不太需要擔心這個水精靈直接被秒掉啦 那我還帶了這個我們這個豐術師喔 所以其實有豐術師跟水精靈兩隻的搭配的情況下呢 想要這個一樓基本上是可以妥妥的控到底的 無論是在第一關的這個豐派 可以靠這個豐術師控 第二關的這個豐環刃也可以靠豐術師控 而且豐術師還有一個減CD 一個能控能退條還能減CD的優良角色 到了王關之後一如既往的就是直接全力輸出在王身上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呢 可能豐澳會水精靈比較難控一點點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豐術師 對 基本上就是一樣從頭控到尾就可以過關了 而且我們的這個火格去搭配我們的豐術師 三技能C1-1 還可以讓他的這個二技能連發喔 是輸入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可能真的 我個人認為啦 這個豐術師其實是比較落賽一個的 他的二技能比較落賽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穩定退攻條的話呢 還是用三技不要去貪心 那他的二技能就是 你就當作他就只是一個二技能了 他就只是一個群體攻擊傷害就好了 有退到當賺到沒退到 順其自然 好啦第一關就這樣輕鬆過關了喔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第二關囉 那我們的第二關的這個BOSS呢 就是我們的暗精靈 每次我看到暗精靈就知道 我基本上會很想要去使用我們的這個 惡覺光格音樂光格答案屬性 真的是太無情了 不過有一所一喔 二樓的三星通關條件啊 是我們這個反擊跟免疫狀態 所以看到這狀態 基本上我就會去使用到我們的封擊地 那如果今天你沒有封擊地的話呢 就可以把我們這個反擊狀態給勾掉 然後選擇火皮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但如果兩個狀態都有 使用火皮不是不能過 但真的會太難過 那這個地方呢 我就使用這個三星通關使用封擊地 那如果你想要說 你沒有封擊地的那就可以把這個反擊勾掉 然後把這個火皮放上來 那就是一個平民陣容 只是你會小一顆星星而已 好啦 那這個關卡的部分呢 其實只要你有封擊地 或只要你沒有勾反擊打起來 都是非常非常的輕鬆的 前面就是直接控著控著控著 欸對一樓就過關 一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水精靈都可以穩穩的去把它控住 那到了二樓呢 是我們的暗傲跟惡覺的水仙女一樣 水精靈是穩穩的控場 基本上他的重點就是 在他的三星通關條件比較麻煩一點而已 除此之外其實二樓的通關是簡單的 基本上打起來就沒有什麼特別好注意的 因為是全程控到封 使用火皮多帶一個暈眩 但是如果面對反擊的話 可能除非你對你的火皮的這個暈眩有信心 否則他是很容易被反死的 進入王關之後應該就不用講了嘛 我們就直接全力控到底就好了 而且即便在這個暗精靈 沒有破防的情況下 光閣直接二技戳發 需要他的被動技能 還是可以打的跟火格有破防的感覺很像 那如果在有破防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這個地方最好的選擇 可能會是暗意變先動 先上一個破防 然後讓光閣去戳 這應該會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但這個我自己就沒有特別去調整符文 調整這個速度的問題了 畢竟在王關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就是全程戳到尾而已嘛 好啦那基本上呢 對二樓的三星通關又通過了 那如果你是使用火皮的話 就是五顆星星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三樓囉 那三樓呢 對就是我們的暗屬性BOSS暗化博 那這個三樓基本上就是 因為第一關的關係啊 可能我需要帶個補血角色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他的三星通關條件呢 是我們的這個 免疫無法行動以及免疫所有的技能冷卻 所以水精靈的三技是沒有辦法冰住的 但二技還是能夠出發 其實很多時候啦 在有免疫無法行動的情況下 我還是會使用水精靈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他的二技能的控攻條真的太強勢 而且還會上一個未民眾 那在這個一樓的部分呢 那我會選擇先收掉我們的這個光鳥頭 因為光鳥頭的防BUFF跟COMBALL盾其實是很煩的 那水柯柯因為我們不能去做這個控場 我們只能退攻條 水柯柯又不能破防收的比較慢一點點 但即便如此啦 因為在有降攻跟這個水柯柯的傷害 沒有防BUFF的情況下 其實輸出是有限的 火格想要坦住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個地方基本上光鳥頭收掉 就可以直接開自動打了 對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會打得比較久一點點 到了第二關之後二樓之後呢 這個地方大家要稍微注意 因為不能冰柱只能控攻條 千萬要注意我們的這個火巫師 火巫師兩個非常煩的技能 第一個是解狀態 第二個叫做破防 基本上被火巫師破到防的火格 是有高機率可以直接被這個水柔給收掉 所以這個地方喔 能控攻條就盡量控攻條 除非你對你的速度有信心 否則千萬不要隨意的去彈刀 基本上這個地方收掉火巫師之後 在這個控場上就會比較容易一點點了 到了王冠呢 沒錯 呃 這個地方看得出來我真的一開場控不好 所以等一下會讓暗化博去開到免疫 其實稍微有一點點的危險 不過不用擔心 對 不要忘記 光格達暗王 就是囂張 對 因為不能冷卻 所以還是被這個暗化博給開到免疫了 但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這個地方只要進入到王冠 基本上就是已經等於過關了 除非你狀態上的很糟 像我這樣子一樣 但即便我這場的狀態上的很糟 我還是光靠這個光格的音霸被動 加上破防跟這個光打暗的這個高輸出 直接去硬戳戳掉這個暗王了 那如果你沒有光格啦 其實在所有關卡沒有光格 都可以去選擇使用光卡物格做取代 去多做一個強控 除非有免疫控攻條這部分 否則光格的速度真的是在打這個地獄塔的暗屬性BOSS 是十分十分的吃香的 好啦 那這樣我們就過完三樓 就準備要看到我們的這個四樓囉 那四樓呢 是我們的這個火爆女 一樣 她的三星通關條件是這個 開場沉默狀態一回合 以及被打每一下會增加15%的攻擊條 然後因為開場又有這個水派 所以不太適合去使用水精靈 也不太適合去使用這個暗衣 雖然說基本上 這個地獄塔的這個SOP 就是看到什麼的這個 三星通關就去選擇什麼樣的角色 那這個地方基本上 因為開場沉默就會選擇 呃...水人魚或暗衣 但因為開場這個第一關喔 有我們的水派 所以這個地方我選擇使用水人魚 大於這個暗衣 因為暗衣有暈眩控場 雖然說可以從頭到尾去用1技就好 等到水派收掉再開2技 不過我覺得某些情況下 這個水巫師的... 不是水人魚的2技能寶牌 其實效果也算不錯 那這個...如果你在第一關是使用... 如果你是使用暗衣的話 你在2 3關會好打一些 那如果你是使用水人魚的話 在第一關會好打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因為我們要讓光派去... 無止境的彈傷害 所以我選擇去使用水人魚 讓這個光派多一層護盾的選擇 可以去保護他 那到了第二關這裡喔 就會看到我們這個很煩人的暗精靈暗爹了喔 那這個地方...不是暗精靈啦 暗爹...暗精靈之王 那暗爹這裡就是先收掉暗爹就可以了 因為只要狀態上的去 基本上這個四隻海王是沒有什麼威脅程度的 那收掉暗爹之後我就選擇 先收掉可能會控場的火海王 再收掉有一些些傷害的暗海王之後 剩下的風海王跟水海王 我單純只是因為風海王打比較快 所以我就選擇... 這個先打風海王再打水海王 基本上是從頭控到尾的 到了王關之後呢 這裡啊...其實真的很難控 因為有火熙加上火暴女 所以其實火暴女動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這裡呢...為什麼我會選擇使用這個... 水人魚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水人魚的護盾其實也算蠻厚的 他的這個護盾喔 可以讓我們的光派多一層的保護 那使用暗1的話呢 就是讓這個控場喔 就是...有更強一點點的控場 但是就是... 護盾是一定上得去的 但是... 控場是有機會落賽 所以這個地方我選擇比較穩定的護盾 給這個... 給這個... 光派來保他 這個地方我操作沒有要操作特別好喔 大家在使用的... 大家在打的時候可以選擇讓光派去打火熙 因為我太常打RTA了啦 所以會習慣性覺得說 打火熙火熙會反擊 但實際上火熙是不會反擊的 所以大家的這個光派1技可以去消火熙 有暈到就是賺到這樣子 那...傷害就全部交給這個... 火格去戳火暴女就好 那... 記得因為火暴女他會有兩段血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你要戳... 你要戳死他兩條血才行 那... 因為火格的打是打體趴 所以其實... 無論他在爆上爆下打出來的傷害都差不多 就大概是要打5人的輸出這樣子 那... 基本上... 呃... 有光派 只要光派的這個... 惡技的無敵 不要太長... 他不要太長的去挑掉 那... 只要這個... 除此之外 這個... 就可以穩穩的過關了 那... 對...沒什麼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就已經通關4層樓 就總共拿了12顆星星 如果你沒有封擊地 也拿了11顆星星了喔 那這個... 火暴女這也會打比較久一點點啦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月地獄塔... 其實也沒有到特別難 就... 跟上個月比... 跟前兩個月比起來 我覺得... 這個月算是比較輕鬆的了 呃... 可不可以用自動隊我還是不知道啦 那... 再看看我要不要去錄自動隊 如果有空的話我可能會... 再拍看看吧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 我所使用的魔影的符文部分 我就給大家做個簡單的參考 好啦... 那以上就大概是今天這一次的地獄塔的影片 後面的這個符文就留給大家自行觀賞囉 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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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還是會會再拍出來... 我們也會做一些上機 coupler我就會做點ys 好不好... hu... 我們也會做... 記錄按鈴... 假設我們也會做一段時間... ��呀... 我們現在我們做到這個地方...